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消息的消费者 生日上则完了消费者 消费者是谁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搜索服务 搜索服务就是消费者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要对这个消费者的搜索服务 这个搜索服务这个工程 进行一些改造 首先我们第一步应该加什么 应该加我们ActiveMQ的客户端的依赖 是吧 客户端的这个依赖 就给它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去改造这个配置文件 咱们现在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工程 我现在可不可以关掉了 我现在是可以关掉的是吧 其实没用了啊 现在消息已经发过去了 它已经在消息消息 已经在ActiveMQ存在 我现在就是把消费者 做完之后呢 直接一起来 他最终合法就消息取出来 然后再执行了 然后咱们现在打开我们的service 在外面之后呢 咱们泡沫的Smart 引入配置文件 引入这个 引入这个依赖 咱们把它引进来 保存一下 这是第一步 要做的事啊 把这个引进来之后 接下来干嘛 接下来我们要去写这个 添加这个配置文件 添加这个配置文件 把这个配置文件呢 咱们给它加载进来啊 这个配置文件呢 我在这儿已经给大家提供了啊 就是这个consumer的配置文件 咱们考过来啊 考到哪里啊 这里有个sprint是吧 正好考到这儿 是不是这个这个名 就可以了是吧 其实这个名我们不用再改了啊 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把它打开之后 接下来呢 有些数据 是不是我要去改一下啊 这里需要改什么呢 135 第一个是地址 需要改一下 这个不用改 这个不用改 这个得改吧 这个得改一下 这个什么呀 这个我起的名是什么 solar 其实这个名和那个名 不一定会得一样的 因为这是两工程 它俩不成组啊 但是我起的一样的话 就是便于维护了 这个名必须一样的 叫品优购 下号线 q 下号线 solar 是这个名吧 这时候你要看和他的名是一样的 这时候你才能取这个消息 对不对 好 把这个起完之后 接下来 看下面这个我的接性类 这个我是不是可以先不用这么配了 因为实际中我不想起这个名 对不对 我可以换个名吗 可以 所以这个病我不配了 那么我不配了 我通过什么方式配啊 通过注解 我是不是也可以配这个类啊 可以的 那这时候呢 把这个名先改 把这个先改了 把这个destination 这个属性改成它 紧接着这个类名 我应该怎么改呢 我叫这个名 其实这个名 你自己定义就行了 我这里叫 Satom Search Atom Search 这么一个 Listener 这么一个见经类 能力吧 我起这么一个名啊 好 把这个做完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写这个见经类就行了 我只要有这个见经类 是不是它就能自动注入进来了 好 我现在就做的就是这个见经类啊 把这个活干了 这个见经类 我可不可以就写在这个包里 没问题吧 写这个包里啊 这个类 这个类名我叫 Atom Atom Search Listener 实现什么 还记得吗 Message Listener 这么一个接口 对吧 和刚才的步骤不一样吗 哎 建立一个监听类啊 建立监听类 注意这部分一定要写是吧 common的注解是吧 common的注解 因为你在这个配置文件中 这回你是不是没有明确的配置这个bin呢 那么你这时候就通过包扫描的方式就扫着了 那么你可能说 那包扫描你也没配啊 其实在这儿都配了 这句话其实就相对于包扫描了 那对吧 所以说你只要把这个类放到这个包下 其实就它就会自动扫描到啊 就是你直接加这么一个注解才能扫描到 紧接着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写里的这个逻辑就行了是吧 Message Message 是不是接收到消息了 接收到一个什么消息啊 其实还是个文本消息是吧 就是我们是用文本消息传过来的 所以说还是一个文本消息 Text Message 等于什么 等于我强转这个类型 然后Message 好 然后把这个东西提出来之后 它有个get的text方法 就是提取这个消息的主体内容是吧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 获取过来 这个text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那个接线字符串 接线字符串 我们现在拿的这个字符串了 我能不能再等到那个粒子集合呀 可以吧 通过承证方法得到 js.pass.array 是不是就行了 pass.array 然后呢 这个是text的 这个是tb tbitem.class 这是发字接词的内容 这时候就得到一个atom list 这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读过传字符串的方式来传一个集合过来 你拿着这个集合过来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 是不是就可以执行这个service的方法了 对吧 好 执行这个service方法怎么办 直接给它注册进来就行了 private 是吧 atom search service atom 设置 service 好 这个实际上就变成了个本地要用了 原来我在写这个service是为了远程调用的是吧 现在你在本地当前工程器调弹 是不是可以用本地调用了 可以用autom 直接打过来一下 好 你把它拿回来之后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就可以 点什么 点这个input list 直接把它传给它就行了 atom list 传给它 这时候呢 就执行了这个导入动作了 这个 接听力 导入到作用库 然后呢 这时候我再写一句话 就为了能够看得清晰点 这个是 监听到消息 我写这儿吧 我写到这个位置 监听到消息 然后呢 冒号 加一个text 我把它打出来先讲 监听消息 然后呢 导入作用库 这大家看懂了吧 就是整个就是一个监听 只不过我和我们刚才做的不如一样 只不过这里融入了业务 对不对 把这个是调用我们的业务方法 原来这个方法是在 这个goose coverage 直接去调的 对不对 那么这是一个同步调的 现在呢 我把它挪到什么呢 挪到这个工程里去监听这个消息 是吧 监听完消息之后呢 去调用 就这么一个过程 好了 现在呢 实际上来说呢 这个内容已经有这个消息了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消息是不是已经传过来了 也是已经在这个 active market里存着呢 是吧 我现在呢 就要把这个消息取出来之后呢 转成集合 导到索引库里 现在的索引库 刚才已经被我清空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启动这个服务 看看到底它能不能给我导入进去 启动这个服务 这个是端口占用的是吧 9001 这个我起错了 起成这个 起这个设置 对吧 这个 有没有减轻到 等一会 减轻到消息 到了错误 看着 现在这个消息是不是就执行完了 然后咱们现在再刷一下这个 咱再执行查询 看一下这三条是不是倒下来了 现在就是通过这种异步调用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服务 现在可以没开着 是吧 没关系 我现在先把消息存在那 你什么时候运行 你啥时候消息许了之后再做这事 也来得及 就是这么一个活 就是这么一个活 这是关于这个消息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导入索引库啊 它的一个消费的啊 我们就做完了 我现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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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